早上是11点冷静 香港时间当然是11月30日 半夜是凌晨4点 纽约3点 纽约时间是12点 下午2点 美国还未收市 太阳漆漆 今天不准备观众假期 先看看市况 这个设备投资日记 对于有些朋友 如果是第一次看的 设备投资日记就是说明日的股票 不是说昨天 也不是说上个星期 有时候会回顾少少 主要是分析未来 准确度 没有什么的大家分享 大家自己去评估 买卖总有风险 大家记住 看完之后 一定要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估 我的意见之后就参考好了 永远都是买一条自己承担风险 好了 水比投资日记已经说了两年多了 但相对比较低调 看到我打了领胎 其实就是在上班之前 出门前做了一些录影 然后就要上班 我正职是一个加拿大 一个持败的移民顾问 以前是办学的 石士读经济 博士读到一半未完成 就是计算机 财经就是读本科的 七几年七二 七一七二就开始炒股表 初中的时候 所以就累积了很多年的经验 先讲讲恒生指数 大家比较感兴趣 恒生指数 是26346 怎样看 大家记住 支持位是26200 左右 最准确点就是26200 这个支持位 我是随着投资日记 Eric的预测 恒生指数到26200 接近未必一定到 接近就会后抽 这个是很大的比率 我现在讲的是机会率 记得大家 这些机会率 就是图中上面看出来的 那些网友就说 不如教我怎么看 以后都变化万千 教不了 直接告诉你结果 谁不投资日记 都说 不是用来教大家 如何炒股票 是和大家分享 明天的市况是如何 然后告诉你 慢慢捉我一下 恒生指数26200 下一个支持位 这条线是正在上的 即是说 现在是26200 迟些就变成26500 所以现在暂时是26200 在支持位 然后上面的幅度挺高 上去到27500 就是27700 27600 就是有成千多点的波幅 中间的波幅 挺好炒的 接近低位 现在很接近低位 接近低位 接近低位的时候 就适宜达货 即是适宜达货 然后高位 接近27600 就可以放货 好了 好了 止蚀在哪里 恒生指数 跌穿26200 你就小心点 接着就放紧些货 不要差太多 恒生指数 美国股市是如何 看回杜营斯指数 DJI 杜营斯指数 杜营斯指数 在图上 大家看看 这个图 就是 这个红线 已经画了几天 这个红线 不是今天画的 你看到红线 如果延伸上去 是挺有趣的 刚刚好 这个红线延伸上去 就是刚刚 你看到的位置 放大幅图 给大家看 将这部分 放大 少少的 然后将红线延伸 这红线是之前画的 几天前 将延伸 发觉很准 我用延伸 准的意思是 你会发觉 你会发觉 杜营斯指数 真的在红线上 有个指标 杜营斯指数 只要不跌穿 红线 什么是不跌穿 红线 大概是28,000 暂时来说 如果明天 是28,000 如果不跌穿 28,000 的话 是可以的 即是仍然是向上 不一路 你便可以 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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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这个红线 红线 你这样扯上去 你会发觉 S&P500 也是在红线下面 是不是 我画长一点 其他红线 不是今天画的 之前画下 红线很准 你看到 上上下下 它仍然是沿着红线上 S&P500 更加指标 如果S&P500 3127 即是3127 即是3127 如果3127 是支持 即是周一 如果仍是站在3127 3126 这些位置上 指数仍然向上 其实美国现时的势 是一片大好的 仍然在升 美国在升 时 恒生指数 不用太多担心 另一方面 很多人都会觉得 会否通过了 美国什么法例 任何法例 会对香港 有负面影响 我在看我的YouTube 正面影响是有 负面影响就看不到 为什么 都说了 在众议院通过人权法的时候 我就说 已经可以向上 但要确认就等参议院 参议院通过了 接着特朗普也签了 当然是安定了 当政治局势安定了 人心变成了 会踏实很多 接着区议会选举 就是七成一的市民投票 而大部分市民的议员 180万票的议员是成功的 都是倾向于非建制派 所以说 大部分议员 大部分市民所想的结果出现了 市况当然是比较稳定 我期待 香港的示威抗议 希望不要太频繁 还有 要趋向于和平 理性的和平 争取 就不要再打来打开 我希望 如果是示威者 用和平的方法 对方也没有理由 去出动攻击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预计 应该是经济上 应该是向好 所以现在是低位 闹货的时候 除非 有人好心做坏事 什么好心做坏事 中央政府 或者香港特区政府 好心做坏事 好心做坏事 就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他应该不做 不应该搞的事情 他应该不做 不应该去攻打学校 不应该再做任何措施 他应该再做任何措施 我近几个月 看到 特区政府被架空了 而由中央控制 中央控制的时候 他又变了 又不是站出来控制 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都有滞走 结果的策略 是全部不到位 所以希望 无谓而止 不如等香港政府 或者等香港自己 搞定他就算了 你伸多一脚下去 他说我们经济就麻烦 你现在整个设置 如果再搞一下 这一盘生意 这个经济市场 这个股票 大家都想赚钱 大家以和为贵 大家就是退一步 海阔天空 赚钱至上 是否这么说 我从这个经济角度 去呼吁 大家都是要冷静 还有 因为现在已经是客观因素 比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投资环境 暂时来说 客观因素 有些人说 怕外资撤走 当然不会 有个branding 有个contract 告诉大家 你不要乱来 这样的时候 外资反而会更有信心 对不对 所以 怕人家撤走 这些 只是有一个压心术 压心术是什么 就是 共产党会乱来 解放军会乱来 香港政府会乱来 居然他们会乱来的时候 那你当然是怕人家撤走 即是等于你想摆钱处入银行保险箱 但你就说 我不摆到银行保险箱了 为什么 你后面的假定就是说 经保险箱会有人爆隔 怕银行有些人不守信用 怕银行自己监守自导 所以连放在家 有这样的假设 我是理解的 但是 如果我们另外一个假设 银行不会这样的 银行应该是很信守承讯的 它不会爆隔的 可能人不会监守自导的 如果我们有一个互相信任 我们觉得银行是正当的 那我们怕什么存款呢 又相同来说 如果我们真的 对香港政府 或者中央政府 有信心 觉得 他们未来不会乱来的了 因为有个美国人权花 不要紧要 我们留在那里投资 是不是这样说 所以如果是怕人家走 实际上就是告诉人 你想做坏事 我不要来 拜托 恒生指数很难得 才回回来 不要再弄坏了 再弄坏了 再弄坏它的时候 它又会大跌 税比投资日记 不可以把市场抹回来 也不可以把市场抹回来 税比投资日记 只不过可以告诉你 也有人看 AMD在这里 我们看AMD的时候 看投资上拉大一点 遮掩我自己的样子 不介意 看AMD的一年图 在这里 其实市场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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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0月开始 并并并并并上 哇 你看看 买这些股 牛皮一段时间 但是一个市场抹回来 你看这个60度的升浪 不过大家留意 如果你进入AMD的时候 它刚刚离开上升轨 大家看看 刚刚离开上升轨 很容易看 上升轨在这里 刚离开上升轨的时候 你自己便要小心 即是说 差不多了 要放货的时候 看到吗 看到这个位置 绿色这个线跌出来 所以AMD已经离开上升轨 折到货 赚到钱 你赚了很多 但如果20多元拿升轨 上升轨现在成40皮 41 2皮 你还不走 你不要再搏第二个浪 赚完就算了吧 股票不能探索 AMD 代表性 好了 香港股票上是什么呢 939是6个妖几 一个788 1398 看看1398 看看1398 1398公收银行 暂时有个小小 工商行 看到一个档 两个顶 一浪低于一浪 颈线位在这里 颈线位 记住大家 就是5.5毛半 就是刚刚今天这两天的最低位 工商行现在现时 就是接近最低位颈线位 5.5毛半 手得住5毛半 可以薄它反弹少少 手得住 但手不住5毛半 全部都扔掉 工商行 看多一只 香港股票 香港的客户有多 或者网友 看939 年门股票 939 建签银行 是两只的银行 近期人们没有信心 全部都是交投 就是银行股 建签和工商行 一样走势 但它的位置 在哪里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6.16 建签银行 跌穿6.16 不要了 直接扔掉它 站在6.16 站在6.16 还可以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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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兄下个星期都会去香港 到时都会来参加港狀 欢迎欢迎 台湾股票 二门股 升了10% 我看272 台湾股票 272 57.18 这是酒店股 这个股票 由8月到现在 它是入了长三角形 底下是49元 或者是50元 上面是60元 它是50与60之间 换句话 如果你要炒股票 你见到它接近50元 你就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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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到60元 就留意 它穿过60元 如果穿不到60元 就放了它 这就是买2712的方法 台湾股票 再做一只台湾股票,我只会随手继续 不要涨太多,3.73% 2434是什么?2434 2434MOSPEC Semiconductor 是一间半导体公司,台湾股票 最近一年图在面前 第一次看股票不是经常看,所以先看五年图 五年图是打横打横,但最高层达到24MOSPEC Semiconductor 最低是最近出现,最低是4.46 4.5到24MOSPEC Semiconductor 4.5最近上升到6.25MOSPEC Semiconductor 最高是24MOSPEC Semiconductor 过了7元,他会继续向上走 我建议是过了7元才最低,不过了7元就不要拿了 只要看清楚 这就是如何炒这个2434的方法 好了,我都要赶紧上班了,赶紧15分钟 你放我说股票就超级快 但几准的 大家要留意 小弟最近没有入市 因为我不买上升市 上升市大家起起扬扬,高高兴兴 我何时等它下跌 我就开始买了 AMD跌不然会沽,AMD很欺人 因为它太多捧场客 不要太沽它 但是刀子和SPX S&P 500 仍在上升市 我看什么时候会回呢 因为现在到圣诞节都是旺的 过了圣诞 过了圣诞或圣诞那几天 人们每个在这里喜喜羊羊的时候 孤家就出手了 出手就孤 在那个时候就会有些机会 所以正是平安夜和圣诞节那几天 就反而可以留意下沽 我入市沽的时候大家就不好玩了 那时候就可以来场 现在是2019年11月29日 你见到Eric说话都大声很多 和笑容多很多 香港的政局比较安定了 大家都会开心点 所以大家宣布一下 12月7日 我在星光行823到825室 我有一个讲座 中座的8楼 讲加拿大移民 请了一位台湾的朋友 会计师 他讲台湾的移民 然后也是讲股票 2点到4点半 先讲这个移民 然后再讲这个股票 我在5号晚就飞到香港 6号有些日 7号就开港 然后我11号晚就回来 顺便这次也是因为 大家如果是我的老网友 都知道 我帮同学会管住一个 是 1万多美元 美金 的 韦食基金 即是1万多美元 2万左右 那么 那么少钱是因为 就是每人够1,500美元 然后给小弟 每一年去炒 其实我入市就是炒这个基金 炒1万多2万美元 然后炒到 赚到钱 然后每半年 就吃餐一次 基本上每半年 我这个基金的同学 朋友们 一句话 两个字 任吃 餐厅 任选 因为他们选了他想吃的餐厅 选了他想吃的东西 有个指标 我知道指标 我赚多少 就一定赚到 不要贪心 就可以了 那么今年 这个圣诞餐每人 每人赚1400美元 港币 每人 1500美元 的本金 每人赚1400美元 吃这个圣诞餐 看看同学怎样吃法 随便 我也会带两瓶红酒回去 慶祝 今次我们在香港 重新 达一个比较安定的 环境 也是慶祝 区议会选举 尘埃落定 所以今期 你见到这个季度 每日一股 是烂了一些 叫大家不要付钱 有个捐少少 去给选举 现在选举 亦都赢了 很希望 我们重新上路 在1月份开始 每日一股 就会重新开始 我又辛苦点 每日分析一下股票 然后希望大家 捂完 继续去捐钱 捐钱 我是公开的 入了户口之后 全部的钱 都捐了 给学校 不要分 那么散 暂时捐了 一家校 一家校捐 捐捐捐捐捐到 等别人在学校的 图书馆也好 买书也好 都足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捐款 捐到这个教会 但也有一位义工 服务人员 就帮我们写 简单的软件 给大家 在手机上 可以 用每日一股 和可以 容易方便 捐钱 和在数字公开 让大家知道 这些捐款 定期定后 就自动送去校方 然后校方 学回收据 大家会开心 这些朋友问 为什么Ari 自己不要 暂时 我自己手脚 还可以 还可以帮人 议民 三餐都还可以 找到 变成 我是基督徒 只要足够生活 可以 所以开心 就得够了 多余的钱 就可以捐 赶紧 因为当我不够 上天 就会给我的 11月29号 今天暂时到此为止 我希望每一天都有这么好的阳光 每天都有这么好的心情 祝大家 好运 好运 好运